电风扇转速很快 但是风很小 怎么回事 其实这种问题很常见 不过原因非常简单 一般的我们自己就能解决 比如到我们家的电风扇 打开了个屋后 发现这个转速都是挺快的 不过中间没什么风吹出来 只有这个边上感觉有一点点 其实啊 这种问题非常的简单 一般的我们只需要 换一个配件就能解决 不需要专业检查 首先插头拔掉 然后找一把螺丝刀 把这个网罩给它拆开 这里有一颗螺丝 只要松一点点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塑料固定螺丝拆下来 这个顺时针方向拧 然后风液拿下来 这种问题基本上可以判断 就是这个风液损坏了 它当中梳妆的最容易变形 当发生变形 这边没有这个弧度 这个风液转的时候 就会风力很小 它不能把风完全的吹出来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换个风液就能解决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配一个电风扇 通用风液就可以了 像这种是一个铝制的 所以不容易变形 安装也很简单 只要一把螺丝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风液给它直接插进去 这里有两个固定孔 这把螺丝给它固定上去 螺丝拧紧 这里总共有五片 好 这样就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换到电风扇上面去 电机这里有个卡销 我们对准这个二朝 就像这样 然后再把松脚固定螺丝装上去 这个是逆时针方向 是旋紧的 再把网络装好 螺丝拧紧 它都插上去 开关打开 好了 现在这个风就吹出来了 不管是边上还是中间 风量都很大 这样这个电风扇就解决了 所以说电风扇段速很快 但是风不大 基本上就是这个枫叶问题 我们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